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来很轻松 很写意 但是在用餐的时候 也会体现一个人的真性质 如果你正在考虑 这个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值不值得再交往下去 那就跟她去吃一次日主餐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 Lungeon的分别 Lungeon可以说比较清淡 比较简单 就是简单的午餐 特别是在打工一族 在西方 在欧洲 很多时候午餐都吃得非常的简单 可以是三明治 也可以是薯条加一些饮料 或者是简单的面食 当然啦 你也可以在中午的时候 吃一个四道菜的午餐 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之下 午餐都比较清淡 这一般都是用Lunch来表达 但是Lungeon又不一样了 从图片我们已经看得出 它比较正式 在英文里 Luncheon是Lunch的正式的用语 它表示一种正式的午餐 它也可以是一天中的主餐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 Luncheon上面会有一些商业的会谈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做午宴吧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Luncheon的分别了 有些商务用餐是在自助餐厅举行的 它的气氛比较轻松 其实自助餐是对你的礼仪的一个挑战 人们常说要看一个人的真性情 第一是跟他去旅行 第二就是跟他去吃自助餐 自助餐并不是你喜欢怎么吃就怎么吃 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你要按照前菜 主菜 甜点的顺序来吃 而不是一次过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一次性的吃完 先拿前菜 再拿主菜 最后才到甜点 咖啡茶之类的 你可以分几次去取食物 另外不要贪心 每一次拿食物的时候 只拿一个人的分量 因为如果你喜欢吃的时候 你可以回去再去拿 而不会浪费食物 也不要太快的回到自助餐队伍里面去排队 也不要一次过拿很多你喜欢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生蚝啦 龙虾啦 一下子把它全拿光 要留一些给背后的人 要考虑其他的顾客 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表达就是 Don't swim upstream 不要逆流而上 就是说不要逆流排队 你要看排队的起点 也不要插队 在排队的时候 要尊重个人的空间 要跟其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为了卫生的原因 也是为了让前面后面的人感觉到舒服 当去取食物的时候 原则上是用左手拿着碟子 参金 右手去取食物 但是如果你是左撇子怎么办 规矩还是 你要用左手拿你的盘子和纸巾 右手来取食物 否则的话 你就会跟其他人发生一些碰撞 在排队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机会 所以要争取时间去认识新朋友和客户 因为可能在排队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一位新的潜在的客户 那吃自助餐要不要给小费呢 很多情况之下 自助餐里面是没有服务费的 或者是服务费已经包在里面 但是如果有个服务员 不停地给你收拾桌子 给你递茶、递咖啡 在用餐之后 也在桌子上面留一点点的小钱 是应该的 比如说几个美金或者是几英镑 不一定要按照正常的10%的分量来付小费 之前我们也说过 在饭桌上 就是对一个人的交际能力 和沟通能力的一种考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